各位观众您好,欢迎您收看每日一次,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个秘字,人秘体秘的秘。 秘字的国语注音是秘,自生秘,那意秘,自生秘。 秘字一般的解释是沉浸在水里,如秘死,就是说玩水的时候不小心被水淹死了。 夏天的季节,各地游泳池海水浴场都开放,河水溪流中也多有人细水为乐。 游泳的确是驱属的好去处,但必须注意安全第一,尤其在缺乏救生设备的场所,千万不可掉以轻心。 逆也指人类沉浸在其苦中,如孟子李楼篇中说,天下逆,原之以道,就是苏世所说的道计天下之逆的意思,也就是以大道去挽救天下沉溺的人心。 逆又是过分的喜爱,人只知道吃喝玩乐,便叫做逆于声色。 不尽力于自己的工作,便叫做逆直。 道家更因为人多逆于情欲,而把仕途叫做逆途。 逆又念尿,我语助音是那要尿,四生尿。 尿与这个尿字,这两个字是通用的,但是该念尿的时候,若依然念尿,就错了。 如不可随意变尿,就不应念成不可随意变尿,而尿气也不应念尿气。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打赞了。 谢谢您。